西瓜宝宝 学画画 一到天气冷我就特别想喝一杯巧克力 你们喜欢喝巧克力吗 纸张的左下方画一叠饼干 这个饼干呢 它是可以插起来了 我先画一个平躺着的蝴蝶结 一个流线型 看见没有 扁扁的 从这儿 转折 看起来是不是这里好像有东西一样 这个也可以画一个 诶 现在是不是感觉 好像他们真的是寄的一个东西是不是 诶 换一些带子 画到这儿来的时候你看这儿有一条无线的感觉 就有东西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真的给它画一条红线 它这里一张桌子 把他们这些布条给搭起来了一样 下面画一个厚度 嗯 其实这就是饼干了 一个圆形的饼干 下面呢 我继续画一层 这一层 这一条线呢 是饼干的上面 然后再画一圈 作为它的侧面 然后再画一圈 作为它的侧面 像一样 画一个细一点的 画一个细一点的红红屋 作为饼干的 上面就像这样子 你看这个饼干 上面和侧面 嗯 好了 饼干上面我们可以画一些 形状 这些形状呢 就是巧克力 有了巧克力饼干 这个时候你还想要什么呢 还想要一杯热的喝的 对不对啊 那么我们在它的旁边再来画一个 首先我们呢 嗯 定出杯子的宽度 杯子的宽度 你也可以定小点或者定大一点 那我们在这个宽度的地方呢 要画一条弧线 我来给它画一条弧线咯 把这两个点连起来 哦 有点歪 呵 没关系啊 这里杯子 嗯 这边杯子画下去 画到下面就画一个圆角 把这边连起来 嗯 嗯 那上面我们就可以画上面的东西呢 我要画一些装饰物 对不对 比如说 我这里想画一个圣诞果子 圆 圆 诶 后面这个圆被遮住了一点 看见没 两个圆 小 圈圈 然后开始画它的叶子 圣诞节这个植物的叶子 它是这样的 像有刺一样 内壶 内壶 嗯 这也想画一个 嗯 这也想画得起来 这边呢 我要画一个装饰 圣诞雪球 被被被遮住了 一样的画一些 一样的画内壶 用来画这个叶子 中间画一个叶麦 它有点尖尖的感觉对不对 这儿盖链的都连起来 用上蜂地的线条 ok 这叶子是一个弧度呢 我把它再加粗一点 它上面肯定会有些装饰对不对啊 嗯 比如说这里画一个 圣诞拐杖 插在上面 插在上面 这边能画一个细长的爱心 也插在上面的奶油上 嗯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画 因为这些都是伸出去的 所以我们要先画 不然就像这个一样 它就会有一个线条在这里 画弧形 要画云朵一样 嗯 上面画一个尖尖 这里连起来用弧形连起来它们 嗯 嗯 后面呢 你还可以给它加一些装饰的饼干 嗯 拐杖给它画上 分割的条纹 到时候我们涂上 红色就可以了 这也是有条纹的 然后你可以给它多加一些装饰 比如说 一些小长方形 小三角形 小藏方形 这是撒在奶油上的糖果粒 可以 还有真方形也可以哦 还性型也是可以的 嗯哼 圆形也是可以的哦 诶 这个 上面我们还可以加一些纹呢 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 后面加上 一样的树叶 让它颜色可以丰富一点 嗯 嗯 诶 这个不是OK啦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画上 小杯子的 把手 一个 半圆形 在里面再画一个小一点的半圆形 OK啦 杯子画好啦 我们跟杯子加一个 眼睛吧 小可爱的眼睛 一样的 一样的 好 土圆 爱心 和弧线 土圆 爱心 和弧线 一样的 土上黑色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然后给它画一个 天下的小嘴 嘟嘟嘟 那没看不见了 画一个小睫毛吧 嗯 是不是OK啦 还想画什么呀 那你给它画一个爱心吧 我们上次说过了那个姜饼人 这种饼干 可以用 糖霜 做一些图案 都非常漂亮 那我们现在就来学习它的一些拼写吧 今天教的单词会比较多一点哦 我来用一个红色来给大家写吧 首先呢 我们要学习 现在我们来学习饼干曲奇的写法 C C C O O O K I E Cooki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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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rinks 喝的一些喝的东西 Drinks D R I N K Drinks 喝的一些东西 但是我想要热的呢 冬天 那我们要把它加热 Hot Drinks Hot Drinks 热饮 我想指定一下 我想喝热巧克力 热巧克力怎么说呢 巧克力怎么说呢 C H O C O L A T E Chocolate 就可以组词咯 它可以跟Chocolate一起热巧克力 也可以和Gene 在一起作为热饮 嗯 嗯 这样我们就 今天学了 好多个单词呢 Hot Drinks 一个是 Chocolate 我最喜欢喝热巧克力啦 好啦 今天我们学的单词 Cookie Cookie 热饮 Hot Drinks 热巧克力 Hot Chocolate 热巧克力 热饮 好啦 我们涂好色以后 是不是非常有食欲 想去喝点热巧克力呢 不说了 我就喝巧克力啦 谢谢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和订阅哦